杨迪仅用短短的几篇文章就结束了与女友16年的恋情 杨迪的感情会是怎么样 跟我那个朋友已经十来年了 嫌系已经有快三年了 他是你想要一直走下去的人吗 是的 不能想象生活都没有他我应该怎么自处 那你还有什么好犹豫 你就赶快就把你的行动拿出来啊 但是犹豫工作越来越忙 见面的次数会越来越少 你如果再不用行动还是这样分隔两地的话 你只是在用时间让他走掉而已 1月25日杨迪在直播间承认 与谈了16年的女友分手 此话一出杨迪瞬间登上了热搜 广大网友纷纷吐槽杨迪不负责任 让女友苦苦等了16年 却没能等来一场婚礼 是不是在成名之后就看不上人家姑娘了 杨迪的口碑也一度跌入谷底 他也在某平台发文表示 分手已经有一阵子了 很多人最终会走到婚姻的殿堂 但很遗憾我们没用 现在的状态就是我俩都过得很好 是真正做到了好聚好散 也是很好的朋友 这是我们理性做出的选择 感情的事情本来就很复杂 望大家为之全貌不予置评 从这幅画中看得出 杨迪对这段16年的感情 似乎已经放下了 没有太多遗憾和平分手 但很多网友对这段16年的爱情长跑 还是很一难平的 但更多的是网友的质疑 许多网友认为杨迪耽误了女生 如今女生快40岁了 生育年龄都过了 这个年纪在找男人结婚生子 是非常困难的 对此是杨迪发文回应 超两人16年一直不要孩子 是早年就商量好的 所以一起养了宠物 杨迪还一直在为自己解释 没有他方 网友还认为杨迪和女友分手 是杨迪背叛和伤害了女方 16年的感情 不结婚也不可能和平分手 对此他也表示 和女友的分手是好聚好赛 云大风轻并没有受害者 他们的关系早已变成了亲人 虽然现在已经分开 但以后还是亲人 杨迪也表示 会在合理的关系内 照顾对方一生 诸如此类的疑问也比比皆是 不过杨迪对这段感情的态度 确实挺让人唏嘘的 早年杨迪上小S的节目时 就在节目中谈到自己的女朋友 你现在是有女朋友的 对有的 是我的同学 2006年开始 那为什么不结婚呢 当时错过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两人2006年在一起 对方是他的大学同学 小S问他有没有承诺 对方会结婚 杨迪说当然有承诺 而且我和规划好很多 但问及为何到现在还不结婚 杨迪却说错过了时机含糊其词 小S不禁感慨说道 万一最后没结婚 没有娶他怎么办 杨迪肯定的回答 没有这个万一 你心里还是打算要娶这个人 对 你有给他承诺吗 当然有承诺 而且我会规划好未来 万一你最后没有娶他 没有这个情况 你得发这个事 因为我不可能生活再离开他 绝对不可能 当时的回答让大家觉得 杨迪是一个很专一 并且非常爱女朋友的人 现在回顾这些承诺 不过是一时的情话罢了 分手后的杨迪也曾在节目中自报 每天晚上都很伤心难过 连续哭很久 还会为空气 但凡有点感情经历的人 都会想到 女生又何尝不是很痛苦呢 到目前为止 女生还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如果此时就是打住不再升级 那也能看出 这位前女友是个非常好的女孩 但如果出面思杨迪 我相信广大网友也会力挺女生 毕竟16年真的太长了 人生能有几个16年 感觉不合适应该早就提出分手 一年的时候为什么不提 十年的时候为什么不提分手 如果一个男人 给不了善爱他的女人任何承诺 那就请不要耽误他的人生 但是杨迪给别人感觉非常难过 而且舍不得这段感情 虽然如此 但是还是说不通 如果真的舍不得 那为什么16年了还不结婚 当然感情的事是两个人的事 不能把所有的错归咎到一个人的身上 过喜其中 真的有难以言说的理由没有公开 也希望杨迪和女生都早日走出来